Hello,大家好,我是Debbie 今天录制的vlog是有关于产后修复的 以下是我产后第一周到第三周 腹式呼吸的练习以后的成果 大家可以看看 Hello,大家好 其实我现在的肚子大概是4个多月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练习 还是有看见我的肚子 但是给一点时间 但起码他没有咒咒 就是没有咒咒的 所以正确的运动是非常重要 所以跟我一起运动吧 一起加油 我相信有很多妈妈生产以后 会发现自己的肚皮越来越松弛 然后没有力 然后会发现肥胖这种种种的问题 但是他们是有顺序的去修复你的腹脂肌 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有产生mami tummy mami tummy的话呢 就是说你用错误的运动 去修复你的腹脂肌 然后就会造成如图片这样 它是肌肉是结实的 但是你的肚皮是很皱的 所以你有看到很瘦的妈妈 但是他们一掀开他们的衣服的时候 他们的肚皮是很皱皱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没有去正确的去修复他们的腹脂肌 所以就导致成这个问题了 那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知道的顺序是什么呢 产后修复的顺序就是 第一是一个exercise 凯克训练 第二是修复我们的骨盆底肌 第三是修复我们的腹脂肌 第四才正确的去受身 所以呢 顺序是一二三才到受身 但是有许多妈妈因为很急于受身 他们就是医生产完以后 他们可以走动以后 他们就很立即的去做push up啊 plank啊之类的 其实都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视频我会教大家如何正确去做 产后修复的运动 OK 现在我们就是讲解到腹脂肌 腹脂肌呢 其实我们里面的脂肌是有分成三层 那最内层的是腹痕肌 腹痕肌是transverse abdominal muscle 然后第二层是我们的腹脂肌 才到最外层的腹外斜肌 OK 这三层 muscle是练我们的core的 那在我们怀孕的时候呢 我们的腹脂肌都会被撑开 因为我们的领域需要那个位置 所以它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那个腹脂肌的那个 so core是它的家 OK 没有办法之内 因为它怀孕 我们怀孕嘛 我们撑大 所以它就会撑开 所以在我们生产完以后的时候 它就会迅速的关起 但是由于我们的腹脂肌在被撑开以后 我们不懂我们的腹脂肌会分离到脂肌 所以先检查腹脂肌有分离到脂肌 然后再接下去做这一系列的运动 然后的第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躺在床上去检查你的腹脂肌 到底是有分开了几只 家人是四指三指两指一指都有 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去正确的去检查我们的腹脂肌 好现在我教大家如何去检查我们的腹脂肌 到底是分离了多少只 OK我们先躺下 OK躺下 其实如果是刚刚生产完的妈妈 你们是吃躺 吃躺了过后 慢慢的 因为你可能是CZ 或者是你是NATURAL 都需要保护你的CORE OK我们从测 然后慢慢的 躺直 OK我们躺直以后 我打开我的肚子 双脚屈膝 用你的手指 这两个手指 OK 去测量你的腹脂肌 到底是分离了多少 然后你的骨盆是贴在你的那个Yoga mat上 OK这边我们平时是有个洞嘛 凹去 但是我们是要躺下 OK 然后呢 两个子 然后我们头微微的拱起 就是抬起 腹部可以用稍微一点点的力 然后你就按压在你的肚脐 这是你的肚脐 肚脐对上 你按压下去 当你身体拱起的时候 你的肚脐肌开始有用力 然后你就可以检查 到底有几指 OK 我现在的肚脐肌 已经处复到一指了 所以如果是四指的话 就是四个手指 这样下去 那它是严重的分离 记得身体微微的起来 然后手指这样往下压 去检查你的腹脂肌 你就会发现两边的肚脐肌 中间有一个空隙 那个就是你的腹脂肌 分离式有机制了 起来的时候一样测躺 然后慢慢的起来 那我们顺产一个月后 是顺产的妈妈一个月后 她会排干净二路 那做以下的运动 如果是你是开刀的妈妈的话呢 就是需要三个月去完全等你的伤口修复 当然前提一样 是要问清楚你的肤肠科医生 看你的伤口 需不得如何 是不适合做以下的一系列的所有运动 现在做最基本的 如果你生产完的第一个星期 就可以躺在床上做以下这一个动作 好 好 肤肢 呼吸 我们是要control我们的breathing 我们的呼吸 然后 让我们的二路拍的更干净 可以也是同时在练习我们的腹脂肌 OK 我们先躺下 一样 可以测 慢慢的转上去 因为你生产完以后没有什么力量 OK 躺下以后 呼吸呼吸就是吸气 肚子会抗起 你可以看看我的肚子 吸气 后五秒 五四三二一 呼气 五四三二一 收呼气的时候 肚子是往里收 再吸气 五四三二一 呼气 五四三二一 吸气 呼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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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五五三二一 ! 放松 呼气 你可以随着时间的练习慢慢去增加你憋气的那个秒数 就是说可以从5秒到8秒到10秒去增加的 它是有助于帮助你的二路排干净 复式呼吸呢 你可以连续做一个星期 那第二到第六周的时候呢 第二到第六个星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做KIGER EXERCISE 其实KIGER EXERCISE我在产前就已经有教妈妈们如何去做这个KIGER 那你们可以去参考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我会放在那个comment below 所以你们可以click进去 因为产前跟产后都非常重要 产前如果你有做好KIGER EXERCISE 你产后你的那个骨盆底肌不会那么容易漏尿 这种可以预防的 而我是真的完全没有这个 我HATCHU还是做运动的时候都不会有肉尿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KIGER EXERCISE是非常的有效 那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之前的那个骨盆底肌运动 影片的朋友记得Subscribe和按小铃铛哦 下支影片我们再见 拜拜